赤字20亿打造的国立台中图书馆提供免费充电区 所以包括了笔电族低头族入馆之后锁定这个免费区域 那么尽管只提供36个座位 但是每日开馆不到一个小时就立刻刻满 不过6月10号起电价要正式调涨 馆方是不是会因此开始收取电费了呢 目前他们说并不会立刻收取 但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节约用电 一字排开读者坐在横排座位上 低头用笔电上网 抬头看窗外风景 就在国立台中图书馆 这一个堪称最佳视野的座位 每天开馆不到一小时就出现刻满的盛况 因为所有人都冲着这项服务而来 图书馆提供笔电还有平板电脑 能够免费充电的服务 但是这个查座如果这么一查 是需要收费的话 民众能够接收吗 收一点的话是还可以接收 可以限制说使用的时间 让多数人可以受费 使用笔电不断电读者好开心 在国立台中图书馆 馆内提供免费充电区 同一时间能有36位民众能使用这项设施 不过6月10号起电价调涨 就怕这项错事被图书馆喊咖 目前我们是不会有这种收费的 这样的一个规划 假设以笔记型电脑来看 一个月会用掉5.4度电 再以现行电价每度2.7元来算 36个座位免费充电 一年下来图书馆得调交电费 6438块钱 尽管免费充电的服务不会暂停 不过几千块钱的电费不是小数字 馆方要节电还是有一套 充电服务不是每个插座都能提供的 像图书馆里面这个插座上面贴上红色的标签 这样的插座插上插头之后 其实已经断电不能充电 有相关的一些这个劝导的措施 我们会请同仁加强所谓走动式的管理 图书馆提供免费上网 现在又多了笔电免费充电的服务 只是电费涨了 图书馆得全部hold住 暂时不设置付费式充电站 就靠读者使用的功德心 节约用电 中林新闻城管会张军统台中采访报道 中林新闻城管会张军统台中采访报道